雲亂白板的第九頁 這邊有頁是第九頁這邊 剛剛這一行跟這一行 Sup我想慢慢熟悉 最後的話就是加框線 紅色雙線 其實主要是加這兩行 這兩行其實怎麼做 首先它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我要畫的線把它清掉 它是在這一個範圍裡面的下面這一條線 跟這個範圍的右邊這一條線 所以其實主要特別重要 就是框線預設值 它是所有的框線都繪製 但是你可以指定這個範圍裡面的左邊上面 就是任何一條線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剛剛我們把 其實可以把什麼 加框線紅色的這個拿過來複製 然後加上兩個動作 第一個我先繪製是什麼 會是這一條 雙線 那怎麼會是呢 首先第一個 我就跟他講說我的range 範圍在哪裡 範圍在A1到H1 所以這邊H1 OK 第二個的話 一樣點boulders 有沒有點boulders 只是說特別推 它boulders是全部的線 可是如果你只要拿一條線 下面的線的話 你就刮斧一下 關鍵的地方來了 它會跳出什麼 那請問一下你是 那個 框線裡面哪一條 如果你是下面那一條的話 請記得有沒有一個edge edge有一個叫button button就下面 下方的 這個是左方的有沒有 有沒有 edge的左邊 右邊 上面 這個是水平線 Honironto 這個是垂直線 另外的話 對角線 左對角跟右對角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基本上 在框線裡面還有這麼多條線 上下左右 加上中間的水平 垂直跟左斜跟右斜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要針對哪一條線 那我們要針對的是下面這一條線 所以這個範圍的下面這一條線 所以關鍵就是刮斧這個 這一條線就好了 其他不要 的 那我要的是什麼呢 雙線的話特別重要 請你找到lifestyle 因為呢 它的線條樣式 有沒有 其實就有點像什麼 在常用裡面這邊有個叫什麼 其他框線 你會發現這樣式 這個lifestyle 裡面的話有一個雙線叫double 那double的話一樣 就xl double 所以 這個它的命名方式的話 所以點下去 這哪一條lifestyle 樣式 等於什麼呢 等於xl double xl 加一個s double double 雙線 不過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是 這個會拼錯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不會 你可以在lifestyle上面 按F1 F1呢 就是呼叫說明檔 它會跳出lifestyle的相關說明 並且會把樣式的清單放在這個連結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還有你的線條樣式有沒有 有這些 其中有一個是雙線 還有虛線 如果你要這個就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連續線 預設的 然後 那我們就把這個貼過去也可以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以後其實很多地方是可以查查詢的出來 好那我這一條就ok了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 這一條畫出來 那另外還有這一條 這一條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這邊的這一條線畫成雙線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一樣吧 就是enter一下 range的話 跟他講說 我從a1到應該到什麼 a1到a7 然後點boulders有沒有 所以其實也是一樣 boulders然後bo boulders 然後錢括弧一下 他有個清單讓我選 那我要的是他的右邊那一條線 edge right 然後後括弧 點他的lifestyle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的xl double 所以你就打一個xl double ok 大功告成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是雙線 有沒有就ok了 其他當然應該這樣都應該 我想這樣應該就夠了吧 說真的 剩下來就是你再把它 再稍微改一下 很多地方你要怎麼畫 那也夠了吧 顏色 樣式 還有哪一條線 足夠了吧 ok 除非你要做很複雜 那裡面其實也都可以找到答案 沒有問題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再做個變化 什麼變化呢 就是把這個再做出什麼呢 做出一個這個叫做表單的東西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把xl當資料庫 比如說他就可以填資料 這個是姓名 這個是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 第三個成績 輸入123個成績 幫我算出平均 合不合格 等地 所以你會看這個 我隨便輸入一個 這個叫111 然後enter 他56分89分87分 直接enter有沒有 他應該幫我把資料 放1234 這個是自動算出來 這個也自動算出來 這個自動算出來 然後並且把框線幫我畫完 應該懂的意思吧 就是這個還蠻好用的 而且工作裡面現在 你要電子化 其實用VVA來做就ok 來enter 有沒有發現 一氣呵成 然後呢 他又把資料清空 油膠又幫我放上來了 意思是什麼 你還可以再輸入另外一個 enter 輸入enter 有沒有 還蠻流差 enter 又一個 所以一直一直輸入 另外的話 其實如果你將來的資料 不希望說 造成很多的問題發生 你就把它鎖起來 保護起來 通通不能動 你就只能照我的方 而且輸入錯誤 我印象中好像他這邊 如果沒有輸入 他會防呆的 也就是說呢 你規則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 假如說我輸入一個什麼 也輸入AA 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 因為一定要成績 新增 這邊一定要輸入 假設其中一個 所謂的防呆 就是這個 他能夠辨證出來 有沒有 請輸入AAA無數字 如果錯誤的話 也不能輸入 ok 所以這個是下個禮拜 我們要講的 如何設計 這個表單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 把那個邏輯函數部分 再延伸到 這個格式設定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就把這個邏輯函數 再加上所謂的那個表單設計 也就是說呢 可以把Excel真的拿來當資料庫用 然後你可以設計一個輸入界面 讓使用者輸入 也就只能照著你的規則去輸入 其他不對的方法就無法輸入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將來你就不用去管資料到底對不對 反正你只要能夠輸入的進去的 理論上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然的話呢 其實我發現很多時候 很多人問的問題都是因為 在前端沒辦法控管 就把Excel擋給人家 然後回來東西就滅目全非 然後你要花很多時間去修正他過來的問題 當然就很浪費時間 所以有什麼方法 管控 OK 怎麼管控 表單 所以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再來針對這個部分做說明 OK 今天的話大概就先這樣 回去一樣 因為像這些東西都重複會再出現 像比如說格式 像比如說框線繪製 或者是說邏輯判斷 這些都會一直出現 所以請各位回去 還是要把前面的東西先熟悉 後面加上去的東西 你就會很快可以上手 OK 我們下一個禮拜 再繼續看所謂的表單部分